隐形眼镜品牌IQView自愿回收在本地销售的部分产品 受影响的两款产品中 其中一款隐形眼镜的包装内可能混入清洁刷毛 另一款则是因为度数出现问题 过去几天强生公司也在日本、香港和台湾市场 回收混入异物的几款隐形眼镜产品 来看记者徐永森的报道 强生公司自愿回收的两款IQView Oasis隐形眼镜 来自三批货源总数达929核 占这两款产品本地总销量的0.03% 公司授询时表示 其中一款被回收的隐形眼镜可能混入清洁刷毛 另一款则因为度数方面的问题而被召回 公司正同卫生科学局和眼科护理专家合作 确保及时回收受影响的产品 公司表示 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接获任何消费者 因使用产品而出现问题的投诉 受访的眼科医生指出 一些隐形眼镜制造过程 会使用含金属的细小毛刷清洗镜片 如果戴上含有刷毛的隐形眼镜 可能刺入眼角膜造成损伤 刺入角膜就可以造成 第一 角膜的病毒 引起它的角膜变成模糊 更可怕的当然是可以引起细菌的感染 造成一个患者失去视力 另一名眼科医生则认为 隐形眼镜出问题的案例极为少见 一般需要回收的原因主要有三个因素 受访的医生也建议公众 从可靠的商家购买隐形眼镜 尽可能不要上网购买或是选择仿冒品 以及质量不好的产品 使用者也应该注意良好的使用习惯 例如不要戴着隐形眼镜 冲凉、睡觉或游泳等 新传媒新闻记者徐永森报道